你好 我是老胡 欢迎大家来到老胡的油管研究院的频道 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我向大家报告了 在老胡答问这个系列节目里面 我开始采用一个新的交流的通道 就是接收音频问题 主要的目的是要省去所有的任何的麻烦 提高效率 不需要给我留任何的私人信息 也不需要加入任何一个群 也不需要跟我加好友 直接通过网站就可以提问 那么我收到问题在整理之后 会尽快的做成像今天这一期的 这样一个答问节目 这种答问节目是讲究快捷 准确的回答问题 如果有一些比较大的问题 需要单独一期节目来讲解的话 我就会另外做节目 而不会在这个问答节目里头 浪费大家的时间 所以是一个快问快答 提高效率 大家提的问题能够得到快速的回答 好在昨天节目播出之后 我一共收到了十个问题 我们现在就来一个一个进行解答 老胡你好 我是胡子老爸 我这个频道就是之前是有过获利的 然后由YouTube的门槛提高了 现在需要4000小时才能获利 我的问题就是 就是如果然后以后达到了4000小时之后 我这个频道还需不需要过审 还需不需要经过YouTube的审核才能开通获利 谢谢 好 谢谢胡子老爸这个问题 他的问题是他以前有一个频道是赚钱的 但是由于实施这个新的YPP标准以后 他就没有达到那个观看时长那个标准 那么他问 如果我将来哪一天又斩够了这个时长 是不是要重新排队进行审核 才能够拿回我的YPP这样一个批准书 答案是肯定的 不管你是因为重新达标 或者是中途因为其他的原因被禁止获利 然后要重新申请的话 都要重新进行排队再一次进行申请 所以答案是肯定的 要重新排队进行申请 好的下一个问题 老胡你好 我的频道是介绍旅游跟美食 因为没有那么多钱去买广告 但为了增加曝光度 到处帮别人拍片 但过了半年有网友照着我的影片 去那附近买吃的 甚至有的民宿已经倒闭了 还推荐给大家 或是美食店家已经换厨师 口味已经没那么好吃了 通通都回来频道骂我 但我并没有想要这样骗粉丝 影片花十几个小时做出来 写稿拍摄剪片 最后弱得下架收藏 做频道没赚钱 还把民生弄得很臭 该如何处理这样的处境 好的 这是台湾的高先生 你的委屈我能够理解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人的话 他对另外一个人的东西 会在第一时间做出本能的判断和反应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观众在给我的视频留言的时候 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那个视频是在一年以前拍摄的 时过境迁 很多的数据都已经改变了 所以你这个情况 我感同身受 怎么可以得到改进 消除观众的误解呢 第一 你可以在每个片子的片头 或者是片尾 加上一些提示信息 告诉大家 这个拍片的时间 并且提醒大家 这只是你的一家之言 并不构成任何的消费推荐 并且可以提醒大家 这种服务行业 它的价格或者是体验 是受很多东西的影响的 比如说换老板了 换厨师了 比如说菜品受季节性的影响 进行调价等等等等 所以你有这种警示在前的话 就可以避免将来很多不必要的误解 第二个 如果你片子里头没有的话 你可以使用另外一个功能 叫做置顶留言 你可以在你的影片底下的留言区 发布一个留言 然后把它进行置顶 把刚才我讲的这些信息 可以放在那个地方 因为那些误解你的人 准备留言的时候 他就有机会看到你这个置顶留言 或许这些人在了解这个情况以后 就不再会留攻击性的评论了 总而言之 你出来做视频 做自媒体 受到各种各样的误解 甚至攻击 这是非常正常的 我希望你能用正常的心态 来面对并且接受它 不要让它影响你的心情 也不要让它影响你进一步的努力 好了 祝你进步 下一个 一段话我都录了好几次 老婆 其实我就是过来 支持你一下 应该也要 顺便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我 好 下一个问题 一段话我都录了好几次 老婆 其实我就是过来 支持你一下 应该也要 顺便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我现在 跟随你的步骤 步伐 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陆陆续续 看到你很多视频 其实我想问你的就是 您在这 您的职业生涯中 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挫折 去怎么应对的 或者您在 您的职业 您之前是做过 有什么样的职业 您能简单 叙述一下 您的五十年 五十年的一些生活 谢谢 好的 谢谢 这是湖南小刘 给我留的问题 注意了 大家在提问题的时候 最好在开始的几秒钟 自我介绍一下子 那么小刘 对我过往的人生经历感兴趣 我已经专门做了一期节目 第零期节目 叫做老胡的长征 就在这个视频的 底下说明区里头有链接 在这边就不耽误 大家的时间了 感兴趣的人去看一看 好 下一个问题 老胡你好 我想做一个类似小屋 脑洞乌托邦那种题材的频道 但是内容上 所有案件肯定都已经发生过了 图像还好说 但是关于视频的材料 我只能引用一些 就是影视和纪录片的片段 这可能将会产生一个 版权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 我该如何去做 才能规避 这类视频材料的版权问题呢 好的 这是一个叫辉煌腾达的观众 他想做案件解析这一类的内容 这一类内容最大的问题 正如他所说的 要引用一道一些视频的材料 尤其是讲到一些历史案件的时候 可能是会从一些电视剧或者电影里头 来嫌取一些材料 那么我个人的建议 尽量避免使用视频的材料 万不得已的时候 使用一点点照片的材料 因为这些材料从理论上 你可以做合理使用这样一个争辩 但是我以前也讲过 这个整个的过程是极其漫长 只有法院才能够裁决 是否是合理使用 所以你做这样的内容 如果使用别人的视频材料 会频繁的收到版权主张 然后你每一个视频 都要去跟那个主张方 去不断的走这个程序的话 你是会非常非常难受的 并且这个版权主张方 它是不会轻易让步的 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是避免使用这类材料 如果万不得已 比如说你要显示一个罪犯的照片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谨慎克制的使用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 你也应该避免使用那些 非常大的图片机构出来的图片 因为这些机构 它的维权意识都是非常强的 还有一点要提醒你的是 做这一类的内容 你要尽量避免任何有暴力色情的 文字图片影像 甚至你的字幕都要小心 要不然即便没有版权问题 也会非常容易的 会打上黄色的标签 就是那个美元符号黄色 也就是说会限制你的广告 你赚不到广告费 好 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 我们看下一个 老胡你好 我是一个在德国做美式视频的小博主 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YouTube的人工智能算法 是否会对上传的视频的画质和有音质 有一个人工智能的评判 比如说 我的视频是1080P还是4K 我的画质是否是坏还是好 我的音质是修过还是没修过 这些YouTube它会不会有一个人工智能算法 比如说他认为 你的画质不错 你的音质不错 那我会给你更多的曝光度 更多的推荐 而你的画质音质 太烂 我不怎么推荐你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技术 并且说老胡我从你平方一开始就一直看你的频道 非常感谢你做的一切 非常非常感谢 OK时间快到了 我先到这里结束 谢谢你 好了 谢谢德国厨房 在这个问题 就是讲视频的质量会不会影响推荐 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又不是绝对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是决定一个视频被推荐的N多个因素里头的一个 当一个崭新的技术才出来的时候 有人会特别去搜索这样一个东西 比如说4K才出来的时候 有人在搜索的过例条件里头讲4K 所以能够非常容易让大家找到 同样他要推这个4K这样的视频的时候 他会在推荐的权重上面增加一点幅度 但是即便这样子说了以后 我们还是不应该太在意这样一个推荐参数 因为最最重要的参数是内容本身 所以在这个时候说内容为王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大家不想讲你现在做的视频 既可以做成1080也可以做成4K 这个时候你就会面临一个选择 如果你的设备的情况不佳的话 你要做成4K 意味着你后期制作的时间可能会大幅度的上升 上传的时间也要多很多 还有一个考虑的因素是 你到你的后台去看看 你的观众的地区主要是在哪些地方 另外他们主要是在手机或者在PC 或者电视上看你这样的视频 你就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好的判断 你现在应该是使用1080或者是4K 当然你可能这样子想 我这个视频在这个网上可能要待5年8年10年的 所以我现在要打提前量 我现在就是所有的视频都做成4K 这样子的想法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那么针对你的问题就是说 它会不会影响推荐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是推荐的影响因素之一 好的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你好 我是多伦多的于索山 还记得我吗 看到你这个好像挺好的 但是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够实时的回答问题 而且我怎么知道你回答了我呢 好的 于老 我当然记得你 多伦多 那么这个语音的回答服务 不是直播 不是实时的 并不是我坐在这个地方接大家的电话 大家是给我留一个这个语音信息 然后呢 我把它整理以后来做上节目 至于你讲 怎么知道我回答了你的问题 从技术上来讲 如果你给我留了你的电子邮件的话 我是可以回复你的 但是如果没有任何隐私相关的东西的话 我是不会通过这种方式来回复大家 因为效率太低 我都会通过这种做成节目的方式 让更多的人能够受益 所以要知道你的问题是否被回答了 你只有关注老胡 在你的提问后面的两三天 我发布的老胡答问的这个节目 你去看一看 找一找 目前只能这样子处理了 非常抱歉 好的 谢谢于老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嗨 老胡您好 我是住的台湾的老白 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例如 MyCraft我的世界 这类型的游戏 是否也受到COPPA的规范 好 台湾的老白 你好 他问的一个问题是 最近的COPPA 是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案 这样一个东西 最近的话美国的FTC对YouTube罚款1亿7千万美元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那么他问到这个事件对微软的一款游戏Minecraft 我的世界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可以告诉你它是受到影响的 因为Minecraft这款游戏是有多个版本的 它是6岁以上的儿童就可以玩这款游戏 所以这个儿童隐私保护法的话 保护的是12岁以下的所有的小孩 那么这个法案也是实用的 这个我的世界这个游戏里头有一些是暴力的这种情景 这个游戏公司的话也设置了一个所谓的安全模式 让小孩去玩的 这就要求你在做视频的时候 如果你的对象是面向儿童的话 就不能把这个暴力这部分的内容展示给儿童的观众 好的下一个问题 老胡你好 我想问的就是美国FTC 要实行那个COPPA儿童内容计划 导致有很多那些喜欢做那个儿童的节目 跟喜欢玩具的YouTuber大跳脚 有一部分的YouTuber离开YouTube了 因为收入下跌也无法留言 我想问的就是我自己本身也是喜欢那些网路的那个YouTuber 可是又会牵扯到那个儿童内容 我想问的就是这样子还可以做得下去吗 谢谢老胡 好的 这是来自马来西亚的James提的这个 也是跟刚才我们讲的FTC的COPPA 这个法案相关的东西 FTC在上市发款以后 给了YouTube四个月的时间 去实施所有的这些改变计划 那么在一月份的时候 就会清楚究竟哪一些东西会作为要求 对这个YouTube的频道组产生巨大的变化 现在好多东西还不太清楚 FTC当时在对谷歌罚款1.7千万美元的时候 举办了一个新闻记者会 在那个会上 这个发言人其实是透露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信息 也就是说他要老虎苍蝇一起打 第一步先对YouTube进行罚款 后面要整治一些频道 因为每一次违反这个COPPA法案 都会罚款高达4万2千美元 所以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东西 那么上次那个事件以后 现在YouTube上面有一个草根运动 大家在向美国的FTC进行申诉 希望他们能够明确这个政策的规范 那么有一些民间的团体 大的频道组和一些律师 在定期的跟FTC进行沟通 所以好像在执行层面上面 多少有一点点松动的这样的迹象 因为这个COPPA法案 我个人认为是有点落伍了 跟不上今天这样一个数字媒体发展的速度 但是法律就是法律 在没有修订以前的话 他还得按这个来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观望 在等待看看一月份的时候 YouTube这个儿童内容 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做儿童内容的频道的话 我建议你暂时不要开始 等到一二月份局势明朗的时候 再来动手 如果你现在手上有很大的儿童类的内容的频道的话 我建议你做第二手准备 情况不容乐观 好这个问题我们就讲到这 下一个问题 马国你好 有一种说法是说要实现被动服务 就要尽量做到同一份时间多分出售 比如说出版出题 那我想问一下 做YouTube频道主的话 算不算实现被动收入的其中一种方式 好的 这是一个叫哈根达斯的观众提的问题 关于被动收入 那这个话题非常非常大 首先我可以简单告诉你 我的意见 当然做频道 跟做其他任何一个东西一样 它将来都有可能产生被动收入 比如说你可以断更 你可以停更 将来也有钱 你可以把它卖掉 但是我可以问你这样一个问题 你办一个工厂 辛辛苦苦20年以后 然后交给别人去打理 然后替你赚钱 这难道不是一种被动收入吗 所以不要从具体的形式上来认为 只有躺在那个地方 自己会赚钱 才叫做被动收入 所以我讲很多人对被动收入这个概念 都理解有错误 认为就是非常容易的 能够让钱生钱 这是被动收入 不是 所有的被动收入 都是建立在你前面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非常辛苦的主动收入 你才能够建起一个所谓的赚钱机器 这种能够产生被动收入的机器 你到哪边都买不到 非得自己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 才能造一台你自己的被动收入的机器 好的 这个问题太大 作为问答 我就只能这样的回答了 下一个问题 老婆你好 我又来问问题了 这次我想问的问题是 对于个人来讲 自媒体是最好的创业方式吗 好的 还是哈根大师 我个人的回答 我认为自媒体是最好的创业的方式 所以我会放弃我所有其他的东西 我来做自媒体 因为它投资小 风险小 然后可以按你自己的步骤来进行操作 哪怕你今天是上班 全职或者失业 你都可以以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来操作 然后你可以选择的内容的方向和门类 几乎是没有限制的 所以你讲做自媒体 这里头你都找不到你的兴趣方向的话 那问题一定是在你 不在自媒体 另外一个方面 我觉得做自媒体 一个最最大的收获 到不见得是最后赚到多少钱 而是讲你能够认识和发现自己 比如说我讲出镜 对很多人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 和一个巨大的挑战 如果你能把这一关过得去的话 你的人生会走入一个完全不同的 一个开阔的地带 将来你才会更容易的 找到你的人生的方向 个人的兴趣 一旦你找到了以后 你做这个东西就做得很high 然后有兴趣又能持续 当然最后的结果 自然你就应该赚到钱才对 所以根据我这样一套逻辑 你想想看我的答案会是什么 自媒体 是这个时代给予我们每一个人 最伟大的礼物 它是最伟大的创业机会 每个人都应该尝试 如果你在这样一个汪洋大海里头 都挖不倒属于你的那一瓢水的话 那么你在寻常的职业人生道路里头 也会相当的憋屈和难受的 所以试试看 你有什么害怕会失去的呢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十个问题 我感谢这些第一批使用 这个语音问答服务的观众 希望其他的观众在看到以后 能够踊跃地参与 老胡会尽最大的努力 为你服务 参与的办法 在视频说明的链接区里头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